我們經常都會用手、破、離 來形容將人精神或哲學 意思即是一位真正的大師傅 在他專業的範疇 要做到堅守傳統 進而在基礎上作出創新 甚至能夠突破所有限制 自成一格 在香港 我們也有一群在行業裡 獨當一面的師傅 用他們的一雙手苦心經營 數十年如一日 專注地做好一件事 在這個工藝末落的年代 他們的故事和手藝 值得重新走入大家的視野 肉氣溫潤雅致,寓意美好 自古以來都是中國文化一種重要的器物 亦是民間廣泛應用的飾物和收藏品 正所謂肉不剁、不成器 樸肉也要經過將人 考守良工的反覆剁磨 他的美態才可以展露出來 放在紫蘇 可以嗎? 是,可以出門 車來,小心 早安,吳太太 早安,吳太太 是,早安 談周生,談師傅 是香港極少數仍然堅持 手工肉器雕刻的將人 他由13歲拜師學藝 專研花草雕工 至今已經四十多年了 現在他和太太在長沙灣 經營一個小小的肉器檔口 賣的全都是出自他雙手的手工肉器 BB,你有多大一個? BB 這個好腳頭 是呀,這是儀儀 每一個都是獨立的,是我做的 沒有相同 當時我學師時,70年代 香港的加工業是很盛行的 製衣廠 每樣東西都陸續起飛 經濟好,肉器自然就會 很多人都去買一、兩顆去戴 當時我們是在石劍尾長大 石劍尾因為當時的環境很複雜 就在家裡想我學門手藝 因為他怕我榴槤在石劍尾 就怕我學壞 我有一位親戚 就是跟我找到一個師傅 是做花草的 他挺有名的 他也很肯收徒弟的 我就進去跟他做學徒 當時是說明了學徒 就是三年半學師 另外還有半年是補師 所以足足我都做了四年 我才出來 當時都是做下欄 出水,出水就拋缸 後來就好一點就沖灰了 一隻手就拿著鋼砂 在鑽束的桌裡 就這樣磨 磨過那些肉石邊 所以當時都… 手指頭都損傷了 沒有八隻都有九隻手指頭 包住膠布 首先我們肉石挑剋 先挑剋石 你要想做甚麼形態 就是畫好的形態 再去切割 本身你切完之後就起割 那我們就沖灰了 沖灰就是把外面沖回圓潤 讓你挑剋的成品 就不會那麼起割 而且這個桌子 你的手形磨到哪裡 它的形態會變成 所以也要很精神去做 一不小心 你坐下去就很傷了 你看這條蟲 要做到牠生 是有高低位 要牠肥又可以瘦又可以 那些就是人手的筆劃去做 如果你用電腦做 十條十條蟲 都是這樣 不會遷就到顏色 不會說有些分別 用完釘了 我們就要打磨 打粗磨 打完粗磨 就要拋光 最後一個步驟 用羊仔皮 用光粉 去拉那件肉蛇 牠就會亮 由挑選原石 到打磨拋光 一件肉器 牽涉十幾度繁複工序 放全間的考師和手藝 就是這樣入伏日 在歲月中磨練而來 其實肉器挑剋 都很花眼神 而且都要很講求你的耐性 你切出來的紋理 顏色 牠會教你做一件好的作品 所以你也要跟牠溝通 牠的轉速很快 摩打 那套力是死力 根本就是你不可以跟摩打鬥 是要以猶祭國 做人生一樣 都是要慢慢去適應 我們最專長的 一向學生出來 都是在翡翠方面做挑剋的 翡翠不是單一隻色 而是翡翠是紅色 翡翠是綠色 翡翠的顏色是很豐富的 挑剋沒有一個限定 但是用你的想像 發揮到那件肉 課型是最高的 每一件都是獨特的個性 因為牠們的顏色 紋理和質地都不同 所以我們做雕刻的時候 都因應肉石的個性 去決定雕刻什麼題材 尤其是當遇到一些 多過一隻顏色的肉石 我們就會思考 如何把它分析 分析的意思 就是把舊肉 不同顏色的部分 用雕工 清晰地區分起來 就眼看 就會給人一種 兩件不同的肉石 黏在一起的感覺 分析可以說 在肉石雕刻中 最難的技巧 對我們這些雕刻師傅來說 很有挑戰性 因為在選擇玄石的時候 我們是需要估計 它裡面的顏色 如何分佈 萬一裡面的顏色 和紋理和估計的不同 就要即時進行修改 或者換個題材 我們行內有一句話 神仙難斷斷肉 其實就是形容著 肉石有幾千變萬化 到現在我們這個階段 都做了幾十年零售 如果做零售的 就不是量產的了 就要迎合街坊的口味 雕得它漂亮、清楚 還有一定不可以拿西 肉石是很講述信譽的 和品牌的 肉必有功 功必有義 易必吉祥 每件肉器的寓意雖然不同 但都寄託著一份獨特的心思 千百年來 被太宗視為情感的一種連結 很漂亮 顏色越大越油 顏色也很漂亮 幸好 我這個給譚先生買的 是很多年前的 一直戴到現在 仍然在這裡 這個就是大寓意 小寓意 大小事都寓意 漏仁家喜歡賺一些壽土 長壽果 媽媽想小朋友讀書好 有些寓意便會買業 學業進步 大業有成 買寓寓寓意的便會有平安購 寓意便便是平平安安 魚魚滿滿 羽翼代表羽翼吉祥 羽翼鎖牌子便鎖一下 乖乖地 除了就賣自己雕刻的作品 譚師傅還會幫街坊修補破損 但又不捨得丟掉的肉器 當中也有不少感人的故事 有一次有個男士來我當口 他跟我說他太太很喜歡一隻鴨 當他生病的時候要打爛牠 因為要做手術, 不能帶進去 又是癌症 他說, 譚先生, 我太太不在了 可不可以把我太太喜歡的鴨 做幾件事, 用來留念 他說, 我有四個小朋友 我一看見那隻鴨, 我可以做五條魚 有一條是最漂亮、最大條的 就比牠先生長大 有四條的就比牠四個小朋友長大 那件鴨最好就是用來做一條錦鯉 是一件吊墜 代表是感受前程的意思 讓小朋友 代表了牠媽媽給牠們一份祝福 還有想牠們健康快樂 牠一看見就很開心 還說很感謝我 我有這樣的迴響, 我就很難忘了 當然, 又能幫助別人 用自己的藝術幫助別人 又能成就這件玉器讓牠留念 起步點 上世紀7、80年代 廣東道曾經是玉器批發的雜山地 也是玉器雕刻師傅 譚舟生事業的起步點 今天他就跟太太重遊舊地 談談老朋友之餘 順便又買少許玉器雕刻的工具 七八十年代的時候 這裡是很輕盛的 我出來的時候就擺滿了地攤 還有到10點或11點 就一百多二百人 就是行家在金舖走出來選購玉器 不只是本地生意,以前老興旺的 你好,你好 你娘,有沒有二百四那隻駝嗎 現在這麼短的病 這麼低色 就是這樣,兩樣都餓了 粗魷一點 這是你的 二十多年前跟現在的家相差很遠 二十多年,你這間店裡 哪有這麼早關門的 二十多年 早上11點鐘都沒有很多人了 是呀,我都很安靜 第二,香港的加工越來越少 那就不用工具了 現在多數是在大陸加工 隨時可以不做的 你不要刪掉 所以我經常被她嚇 那樣沒有,那樣沒有 我就要買得多一點 我們做手工玉石雕刻 最重要的工具就一定是妥了 每件肉 由粗糙的玄石到溫潤的成品 都要靠一個個大小 很細、厚薄、粗幼都不同的駝 去完成挑剔、粗磨、幼磨和拋光的步驟 所以以前用這些駝做出來的舊工 我們會叫它做駝工 但是時代變遷 現在電腦雕刻代替了手工 很多駝現在都很難買到 就像這種專門用來打磨細胃的五毛紙駝 所以有時 我都唯有自己弄好用的駝 希望跳駝的時候 可以盡量保留到舊工的神韻 當時大陸改革開放 大陸的市場已經慢慢取締了香港的市場 根本就很少人做 年紀大的就不在了 年輕的十幾歲 根本不可能入行 如果香港做肉石加工的 一定是適微 我可以大膽地說 因為後繼無人 工場上每一件工具 每一下雕刻打磨的撞擊聲 基載著譚師傅日復日的堅持 行業色味 要守住傳統並不容易 而一場突如其內的大病 更加令它撐點要放棄 幾十年的生計和手藝 當時是整個工廠都停止了 而且因為化療 精神越來越不好 你病了之後 而且手就會被腳踏在地上 好像有棉花似的 到現在還是這樣 當時也挺煌煌的 我當時也是家庭的支柱 也是無奈 也不想完結的 因為不忍生爸爸的手藝失傳 譚師傅讀產品設計的兒子Eddie 就主動提出學習肉器雕刻 希望可以令失傳變成成傳 軟式化為珍惜 當然如果他說讀設計設計有很多科 我也叫過他學珠寶設計 因為對我的玉石是有關係的 他也說他沒有興趣 後來爸爸一病 就看到工廠都靜了 因為當時他在醫院 其實聽不到聲音 你已經覺得不自在 然後你走進去工廠 一望就看到很安靜的畫面 再看著玉石就會在想 很可惜 如果就是這樣停下來 這件事就會沒人知道 Eddie跟爸爸學習肉器雕刻 之後開設了自己的工作室 除了學習老派工藝 也都在自己的作品中 加入設計及金工元素 為傳統玉器吊客 注入現代的靈魂 現在畫這個 名字叫雙肉鏡鏈 雙肉鏡鏈其實就是 用了爸爸的分析工藝 拿去這個最重要的一環 來做的一個概念的作品 反而我們學客人的年齡層 就比較寬一點 90歲的婆婆 和比較年輕的少女 或者年輕人 其實給我的感覺 他們都是想看一些新的東西 譬如剛才說的雙肉鏡鏈 他看到就會覺得 這麼有趣 你是不是黏著了 他有那個點去跟他說 原來這個是用了分析工藝 最初都是驚的 驚完之後就起了 因為靈國分明都是勾三吉肉 但是他用銅的設計 補了他的不足 所以我也復了他的 最直接應該是有人買的那一刻 你覺得哪裏開始切 其實是這圖 拿正這圖 先把這個角落 先把這個角落 下了這個角落就跟著這個角落 靜點 但為何女兒不用自己動 還不行 兩父子雖然有喪有良 但在傳統和創新之間 還有很多位需要磨合 而經過譚師傅密集式的訓練 Eddie這位準師傅 也開始對手藝有一點感悟了 以前很有趣 因為就算我做金屬 我也是很喜歡很準 畫了線 他跟我說 弟弟, 你這些不用畫 你用自己的感覺去做圓 不就是圓 你不用故意畫圓 然後又戒圓出來 剛才我發現原來是真的 即是你做得多了 你對圓的感覺就會變得更好 但你永遠去依靠那把尺 你就做不到手感那樣東西 因為手感就是 用你自己心裏面的那把尺 來做已經可以做到 這件事的確是需要時間去做 還有你有那個手藝的態度 追求手藝的態度 對我來說是一個感情的載體 是可以令我了解到爸爸的努力 剛好我又是向手工這邊去發展 設計這方面發展的時候 大家就有個溝通的橋樑 這個就說是永遠去發展 最近他們倆的作品 被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體重 邀請他們籌辦非為項目展覽 為兩代的傳承添上另一重意義 用玉兒這個概念 其實就是它有四塊玉片 就是想透過這四塊玉片 來跟觀眾首先介紹玉石的特質 譚師傅的手藝有人誠計 又得到肯定 忙於籌備展覽的他 現在最想做的竟然是這件事 忙完展覽之後 都想去輕鬆 我們以前的身體都是一般的 而且有個疫情在這裡 所以沒有踢一大輪 所以現在就想跟兒子輕鬆踢一踢 疫情緩和 今天父子倆終於抽到時間去踢踢 這麼久沒練 看看大家有沒有生疏到 只有四個 想他們的眼球動得靈活一點 不用經常對著螢幕 而且對他的視力會很好 踢演是 如果我們做了運動的 如果你的視力不好 一定會慢慢走下球 他叫我一開始踢,踢得不好 他又打又走下我 不會說你先踢得不好 有時候踢得好,他又會稱讚 你也踢到 踢演和做肉器的過程很相似 基本上做肉雕就是要不斷地去鑽研 不斷地從失敗中去學習如何做得好 對,所以在這方面他會幫助我很多 即是會鼓助我很多 其實做藝術的壓力是大的 尤其是你自己一個… 一個去做 旁邊沒有很多人幫助你 很需要有一個有經驗的人告訴你 你現在面對的事情其實很正常 我也有試過 我作為一個爸爸 你有好的藝術 也有你的好的態度 你一個人才可以成功 如果你做人的態度不好 讓你怎樣 你始終遲早都會向下走 有人說,態度決定一切 尤其是手藝將人 他們對待工藝的態度 就如同對待人生 而雕刻作品的同事 亦是磨煉人生的過程 現在是我玩的形式 不是去…去衝…去薄殺的形式去做 你開心才會有做藝術出來的 我不會想停下來的一天 基本上 我的理想就是我自己做了多少 我做到是我的福分 我做到了 我做到了 我做到這間 我做到了 我做到幾次